足球可分为十一人制与五人制 而近年五人制足球联赛开始在台湾发展 因此嘉义的天琴足球俱乐部 期望让五人制足球能从校园延伸至职业赛 并提供优质的踢球环境 培育优秀的选手们 在成立这个五人制足球俱乐部之前 就一直有在关心我们校园的五人制足球队 包括一些校园 包括一些学生的体育竞赛 那在去年刚好有这个机会 在那个中华民国足球协会 成立这个棋营的五人制联赛 那我们也透过明雄能工足球队的 总教练朱家伟去号召我们这些球员 然后并且组织了这个球队 然后这个俱乐部 目的就是为了说要培育更多 我们优秀在地的嘉义的选手 五人制足球被称为室内足球 由于场地小 选手们在对战中的敏捷力 与团队配合十分重要 赛况也更加激烈 五人制足球其实是节奏比较快的 然后场地会比较小 所以在攻击跟防守的一些转换 会比较多一点 在比赛的过程中 也可能会比十人制更刺激一点 因为攻击多 那防守也多 不管在训练上 比赛上 永远都得是最努力的 保持认真 还有你得了解你的队友 然后支持你的队友 最重要的是 永远你要保持冷静 足球俱乐部在2021年 台湾汽营五人制足球联赛 以实战全胜的记录 获得冠军 而今年也以坚强的实力 蝉联二连霸 并获得联赛的最佳教练奖 与金薛奖的肯定 我们也是在今年 汽营五人制联赛 取得了冠军的成绩 所以我们也希望明年继续努力 继续拿下三连霸 其实一直对球队所有的球员 包括教练童 我们都很有信心来比这个比赛 一直都觉得说我们大家都没问题 比赛的时候就是一直在提醒大家 就是相信自己 相信队友 相信团队 所以我们这次可以拿下冠军 就是也很开心 感谢我给你的队友 就是他们不断的相信我 然后也给好球 然后很多机会我也刚好有把握 然后很谢谢他们 我们一直就是想走在胜利的道路上面 然后也很庆幸我们走的都是正确的道路 然后二连霸不会是终点 我们也会支持 只想要拿到更多的冠军 谢谢各位教练 然后给我这个机会可以下场踢球 然后也有得分 然后就很开心 可以二连霸 二连霸很开心 也很感谢家里天晴 董事长的支持 还有教练团的信任 让我们能在夺冠的路 都能够很顺利 在球队出战的每一场比赛 总是能看到一群热情 喊着口号的加油团 所展现的热情与活力 让人跟着一同为选手们加油 会跟着他们一起紧张 然后就是会觉得说 他们进球了很开心 也会觉得跟球员 他们是一起的一份子 本身喜欢表演 然后也喜欢跳舞 然后喜欢看啦啦队在场边 就是很有活力的感觉 所以选择参加啦啦队 这个运动跟政治团队 是我们嘉义县跟嘉义市的骄傲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球队未来的目标 是向亚洲足球联盟 申请成为台湾第一支 国际认证的五人制足球俱乐部 并代表台湾参加 亚洲足球联盟冠军联赛 为台湾踢出好成绩 我们足球俱乐部的另外的发展 也是期望说 可以跟嘉义县市的各个国中小 去做配合 然后向下扎根 然后发展我们这个五人制足球俱乐部 包括推广这个五人制 这个足球运动 当上教练之后就是 也是继续代替球 所以在教育孩子当中 就是我可以比较知道一些细节 都对我自己本身的教学 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天琴足球俱乐部 将持续在五人制足球的领域 努力前进 也期望有更多的民众参与 一同为所有优秀的选手们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